随着时间到了9月份,距离9月16日开始的奥运会资格赛已经迫在眉睫了,而就在这个周末,参赛大名单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。 排协公布了最新的23人参赛大名单,但名单公布后,却让人捏了一把汗。 众所周知,奥运会资格赛我们的运气很好,面对的对手分别是塞尔维亚、多米尼加、荷兰、加拿大、捷克、墨西哥和乌克兰,所以小组赛拿到前两名问题不大,所以不少球迷觉得在人员的选择上,可以适当地召集一些新人,提前去国际赛场上练习一番。 但目前来看,这次首发估计不会有大变化,所以能不能锻炼新人,还是未知数。 此次参加奥运会资格赛的名单如下。 这23人的大名单里,有三位已经是世界冠军,那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丁霞、袁新月和龚翔宇,而袁新月和龚翔宇也是目前蔡兵比较重用的首发阵容里的绝对主力。 袁新月更是球队的队长,这几位老将将会在赛场里起到顶梁柱的作用。 尤其是丁霞,今年已经33岁了,状态依旧不错,他来重点会帮助蔡兵一起带着徐晓婷成长。 而还有几位新人值得期待,主攻小将吴梦杰、王亦凡、段孟可和陈新月,此前虽然都入选了集训大名单,但都没有正式进入一队参加这样的大比赛。 这次主攻位置上,说不定蔡兵会在确保成绩的前提下,重点去试试吴梦杰和王亦凡这两位希望之心。 其余位置变化不大,整得老说,这份大名单和今年集训的名单相差无几,而在比赛中排列组合的话,估计首发的七仙女也不会有变化,还是之前参加市井赛的老阵容。 在奥运赛里拿到前两名问题不大,但如果明年奥运会想要用这一套阵容去对抗欧美强队,显然深度远远不够,那么对于之后蔡兵的部署以及对于小将的培养,你怎么看呢? 你觉得这份大名单有没有让人惊喜的地方呢?